传载是百项号作者,魔术师少阳NBA有很多球员,如果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,就容易被人忽略他的其他技术。 例如,都说罗多的助攻厉害,其实他的篮板能力也很突出,甚至被球迷调侃为龙中锋,下面小编久来盘点,以下刺猬后卫球员,经常被球迷忽略的其他技术。 4. 柯比的助攻 说起柯比,这位NBA历史上仅次于乔丹的第二得分后卫,得分已经不需要多说了,但产八十亿分已无需多言,记得杨毅说柯比传球也是相当华丽,是问柯比的组织能力到底怎么样。 柯比职业生涯场均4.7次助攻,职业生涯总计送出6306次助攻,柯比的揣球能力虽然无法和杰姆斯相比,但是在得分后卫这个位置上来说,已经算是非常出色的了。 3. 保罗的防守 很多人都知道保罗的组织能力和突破能力都十分强劲,但是保罗的防守能力却被很多人忽略,其实保罗的防守能力也非常出色,很多时候面对比他身高高出很多的进攻对手,也可以很好限制对手。 身高只有1米83的保罗底盘特别稳,能尽量抵住对方的背身,而且还能预判出对方的传球,然后提前做出判断出手抢断,保罗手也快,错位防大个子的时候,大个子运球重心高,一不留神就被保罗抢断了。 二龙多的篮板,龙多是NBA里最奇葩的后卫,总能打出准分双的表现,龙多作为一名1米85的空位。 金,常能从内线大个头顶摘下篮板,篮板球还曾一度领先很多内线球员,看来奎偶,龙中风奎偶这个绰号果然名不虚传,龙多强篮板全靠超强的预判能力,他拥有敏锐的篮板嗅觉,能提前判断篮球的下落点,提前拼抢,这样就能从内线常人手中摘下篮板。 一,维德的盖茅,维德被称作是矮了五厘米的桥板,由此可见维德的得分能力特别强,但很多人却忽略了维德的盖茅能力,他可以说是NBA历史上最能盖茅的得分后卫了。 同时他也是NBA历史上最后赛,盖茅最多的得分后卫,维德身高1米93的确不高,但他却拥有2米11的臂展,他爆发力强,又耐心,判断极为准确,善于捕捉盖茅时机。 他的这种能力,是很多内线球员都不具备的。 在这种能力,是少许的方法,在这种能力中和这种能力,对ful方法,帮助务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